強在中常委提案卡侯前 朱主席先開口要大家死心 就連挺侯派江啟臣岳父 劉勝良也罕見現身作證 但挺郭派還沒完 預告七二三安全代會 有的是機會 但為的是國民黨未來 金普聰一律歸類為別有居心 覺得是鬧到難看的這個 動機比較大 也許對郭台銘先生 就更可以造成一些機會 就是製造分化居心頗測 編罵挺郭派 10號更親自到黨中央 要求處理鄭立文 替侯排除障礙 鄭立文是胡敦義秘書長提名的 他現在任期到了 他有他的想法 當然要為他的未來想 兩次三次就不單純 我個人的未來前途去留 完全都不是重點 鄭立文這個這種分化團結的例子 我們的支持者要了解 我也不知道金普聰為什麼老師畫錯重點 一直墊底低迷不振 這個是事實 來來得及的時機點 救國救台灣啊 關鍵最後的一次了 大家好好把握 鄭立文喊喊猴恐遭黨際處分 回擊講到哽咽 眼看金普聰刀口砍向自己人 蔡正元氣到越洋開槓 現在如果是朱立倫跟金普聰 要黨際處分鄭立文的話 公開對韓國瑜的支持者宣章 有夠純有夠笨 金普聰喊開閘 引起黨內反彈 畢竟若不是母雞太弱 團結怎麼會難 三雷七文林凱俊 文宣圓N3小組 太報道